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一会儿 中文媒体就说了 就登上了 武汉最新消息 武汉封城了 武汉封城了 人家顶咱们顶得还挺紧的 因为这都是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了 其实很多东西在这个他消息介绍的细节中 我看很多媒体 特别是中文的 咱说句实在话 大陆来的很多朋友太想挣快钱了 太不想付出了 就是说做事情呢 来到海外做事情也是就做表面的 所以他不愿意往下看 很多消息其实是在过程中 特别是在这种内在中 第一个他不愿意往下看 第二个他看不出来 武汉市长自己都说了 武汉人尽量别出门 对不对 他可不就封城了吗 那你还让他怎么封啊 他派兵去手上去 他不可能的兵也得撂倒了 所以这是我个人感触了 所以真的说心里话 遭到报应 这是报应来了 我上期节目做完之后 上个节目做完之后 石头牛 我觉得挺悲剧的 对吧 我顺口说了一句 猪年死猪 鼠年死人 我意识到之后 我就觉得挺悲剧的 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节目 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内容 这是民间的 我们看到民间的无法证实的一些散落的消息 然后我们就掏个砍封城 今天砍早点 砍早点 因为确实好多内容 哎呀 就是就是 反正都是我一个人感 不太容易 台湾医生说 这个武汉肺炎超过 感染力超过了非典 我们昨天已经跟大家分享了 主要跟大家讲一下中共内部通报 中共内部通报 它是来自一个推特的传闻 这些都是 这是秦鹏 这是已经差了一天了 因为时间变化比较快 我刚才做那期节目的时候 有朋友说 美国已经确认了一个 确认了一个 一个兵力 所以更新太快了 其实就是 其实更新的太快呢 不是传播的快 是已经传播出去了 所以有人讲说是因为中共在1月1号还是1月2号 抓了八个人 说那八个人造谣 一直到20号 他习近平承认了 他才承认 你现在的问题 一切罪名在习近平身上 习近平不承认 中国就没有扩展 习近平承认 中国那罪责不就在习近平身上吗 所以此人死在他身上了 一直在抓造谣者 平安武汉 对不起 这没了 我们只能看这个了 平安武汉 八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查处 这是1月1号做的事情 所以这是真正罪恶的 对吧 而这一份罪恶就在于武汉也好 在整个政法委体系也好 是这个政权的罪恶 是他习近平罪恶 这些都是跟大家分享我们已有的消息了 让所有朋友 国内的朋友应该心里有个谱了 台大的一位兽医学院的名誉教授 病毒专家 兽医因为这些病毒都是从动物身上转过来 所以人家有发言权 在他认为从过去看到的状况 他推断应该超过三千里 这些都是推断的数据了 从他专家的角度 赖秀慧这个人 他说不清楚这种冠状病毒 是一种叫RNA的 非常容易变异 在人传人挤代后 会演变成非常强的病毒 死亡率会很高 传播力很强 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 他这里 他是基于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 这是一个持续性人传人的病毒 他讲人传人挤代后 是指A父亲传儿子 儿子传弟弟 弟弟传弟媳 等弟媳到了他儿子身上的时候 就这个 就是这意思 他只要过一个人 传一个人叫传一代 几代之后 吴昌腾 进入有效率的人传人 提醒医护人员 凡是遇到大陆回台的 来到台湾的 回到台湾都要警惕 传播病毒的特性 临床 这些我们昨天讲过 它是相反的 就是临床表现跟 临床表现低的时候 传播速度更高 所以吻合了这一次传播的概念 当现在大爆发的时候 它已经快速传播完了 所以你现在看到大爆发 所以时间是被习近平耽误的 1月1号抓了8个传遥者 1月20号他才承认 耽误了20天 也就应对了大规模传播的时间 他被耽误了 可以截止的 所以现在进入了发病期 现在进入 按照这个讲 是进入了发病期 中共内部通报 严重超过想象 死亡率类似非典 他来到海外 吴走来 吴走来呢 是比较有名 网上比较有名那人 最近很少看他 推 那他是说 中华护理学会的秘书长 叫做英兰 英兰通报 上级开会回来 有关武汉肺炎的问题 第一 严重性 严重程度超过了我们想象 严重性 这个东西都是 这些都是形容词了 这就共产党词才有 超过什么想象 那本来他没认为很严重 所以严重程度超过想象 这都可以说了 感染后 重症率14% 致死率4% 这是致死率不高了 那个非典的数比这高很多 那我们刚才看到台湾的医师讲的 他的说法就比较更特别 就是说 真正致死率还没有到提升到一个 还没有到那个时间 其实 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第三 跟非典有相似之处 SARS 他这拼作了 应该SARS 与SARS相似之处 我们说过 非典2.0 SARS2.0 明确会人传人 第五 发生聚集性 及家庭感染 聚集性 家庭感染 这就是讲香港的 齐国勇 医生说的 第三阶段 重点控制地点 农贸市场 其实已经不是了 现在已经从农贸市场 到了超市了 到了人群聚集的地方 主要源头之一 这是20号 昨天讲的 野生动物等等 这就没什么 我觉得没什么可 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个人觉得没什么可说 这是事实了 台湾医师 最大假消息 来自于中共 这是叫潘建制 这是万芳医院的医师 在菲斯沃上 他讲 他的说法就是 31号27例 1月3号44例 5号59例 然而之后确诊的 却竟然减少了 11号变成41例 几天没有新案 突然18号变成62例 20号变成198例 所以真正 没有任何国家发布 确诊病例 是这么下稿的 这个我跟大家解释过 这叫胡 这是胡来的 对吧 这个 这完全就是胡来的 而这段时间 中间减少那段时间 就是抓谣言的时候 而他是欺骗的时候 那时候 那个时候 是习近平自己 不愿意承认的时候 所以当习近平 以他自己为核心的时候 他毁掉了 他就毁掉了中国人 还要是 还真是来天灭中共的 他是万劫难逃的 习近平中共 万劫难逃 再劫难逃 万劫难逃 再劫难逃 确诊就确诊了 没有减少的 日本泰国确诊之后 才肯老老实实 公布出新数据 冒死假 讲出疫情 说假消息 装人 哪个官方如此恶搞 所以控制传染病 不是靠医学 不是靠 而是靠高干开会决定 会议不开 那死多少人 都是假消息 没错 我觉得 现在连台湾人 都说的很到位 会议不开 习总不说话 全都是早谣 这是今天大爆发的源头 我觉得这个话 说的非常对 非常对 当年也是大年初一开始的 他还记得 当年是大年初 年初一月份开始的 四月份攻入台湾 死了47个人 今年状况是类似的 公告武汉列为 法定传染病院 法定传染病 法定传染 是这个我们说过 但武汉当地人口1000万 只有61间发烧病人 那在推特上我们看到 很多武汉医院不接受病人 这是一个问题 将近1100万人口 但只有61间医院 有发热门诊 定点机构只有9间 而真正治疗 治疗专家的只有25人 所以形成了鲜明 所以其实根本就是 武汉是handle不了的 武汉是根本就没办法 解决这件事情 光靠武汉的力量 不让出城 武汉女大学生 这是大纪元的报道 教育机构通知 全部学校停课 那这个时候是过年的时候 也该停课 其实照无所谓 上街戴口罩 姓张的说 当地企业宣布停工 不许上班 做什么是大家做的 现在想出门 火车票买不到 不让出城了 医院上班的医生 知道这个事情严重 没那么简单 同济医院 已经腾出一个房子 全部是这种病人 同济医院在几家医院中 在内的几家医院 都有医生护士 被感染上了 情况严重 同济医院在我们过去的报道当中 看到过这个名字 看到过这个名字 所以也是一再说 主要内容 主要东西都集中到了 金银潭医院 同济医院 我们记得 有一个人在网上 微博上发出的消息 说他父母出现问题 那他如何如何如何 但同济医院不接 那个我们跟大家讲过 网报消息 现在控制不住 严峻的程度超过了公布的 我们这就是跟大家分享 这个目前的状况了 一开始就严重 控制不了了 部分人抽到 基因潭医院轮流值班 很多疑人病人 没有确诊 现在治疗的 都是12月份的得病的人 1月之一之后的人 都不在这个范围 今天开始加速排查 而现在等候确诊的 都是一个月前 12月份的 1月份发病的 没有轮到确诊 这就比较可怕了 但是跟刚才他说的 61家医院 才有这种加热病 发热病门诊 但真正的专制医师 只有25个人的话 那他是这样 他那个人 你累出鼻子泡来 他也没招握 对不对 这不是他想干不想干的事情 我在武汉战斗第一线 基本事实 很大比例患者 没有严重症状 导致鉴别困难 成为行走的传播源 那很可怕 就是说 他一开始的时候 没有任何太多的反应 大家可能就以为 简单的感冒 咳嗽 没有太多的 而这个时候呢 他已经是一个病毒携带者 医院又检查不出来 所以这是说 行走的病源 病毒呼吸 固定比于 病毒呼吸道 定值能力 似乎比前期认识的要强 潜伏期场 成为了高危因素 那就 我个人觉得 他讲的 这是比较专业的说法 查不出来 但他是 他又没发病 严重发病 所以他就溜的 他一溜的就行了 隔离区患者死后几个小时 依然没有把遗体搬出来 他说是来自武汉 医疗体系和患者的各路网络消息 当地已出现大量死亡者 这是网上的讲的了 今夜无眠 两个病人 这人叫于敏 两个病人被上帝带走了 遗体留在房间几个小时 空气越来越浑浊 病人情绪快到了崩溃 这讲的是死在病房里了 他没说 他是说两点五十分 他没有说时间 另外 所谓三甲医院管理混乱 前天死了人床 病人旁也消毒了 涉及交涉才拿出去消毒 完全不考虑其他人 政府报道严重不实 在外的亲人们多保重 这次疫情比你们知道严重多 我们家三口人都中奖了 可我们没去过华南市场 平时买菜到处买 买些活鸡鸭 没人管的 现在到现在还没转走 他没有说时间 他没有说时间 这个呢 是十九号的 深圳出现 这是深圳身边市 但比较集中的应该是那个 早晨七点多 同济今天 又有一个感染科教授被隔离 在武汉的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基本看到最新的报道 所以这些内容呢 很可能他的真实性 要远远比中共官方公布的 要真实很多 大家就好自为之吧 但是我个人还是认为坚持那句话 猪年死猪 鼠年死人 感谢朋友们的咖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朋友们的咖啡